哈喽大家,我是穆迪,欢迎回来的频道 今天来分享我心目中排名前十的保湿面霜 它们全部都是无香料 适合敏感肌、孕妇、任何肌肤都可以用 并且我把它们分为了偏干皮、中性皮、还有偏油皮 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肤质的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面霜 但如果长期使用下来,我一定会选无香料的 因为不管是天然香料还是人工合成香料 都对皮肤有一定的刺激 长期下来可能会产生contact dermatitis 也就是接触性皮炎 它是一种由于接触性物质 比如说橡胶、金属、染色、香料 香料是偏多的 还有色素等等产生的接触性皮肤炎症 你可能开始用有香料的面霜 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你突然就烂脸了 全脸可能红红的发痒 有的时候可能你把它治疗好了之后 皮肤就会变成敏感肌 以后可能再用有香料的或者其他产品 会变得非常容易过敏 这就是为什么我长期使用无香料的面霜 第一个 Cetaphil 斯塔福新改版的大白罐面霜 应该是全世界皮肤科医生推荐的第一名的保湿面霜了吧 烂脸敏感肌有湿疹的容易过敏的家里一定有这么一罐 那今年呢它是新改版的配方 上面有写New and Improved 更适合拿来图面部 因为它加入了维生素B3还有B5 烟纤B3可以让皮肤更加的细腻 肤色更亮白更均匀 B5泛唇呢又可以舒缓减少炎症 我每一次当皮肤觉得不是很舒服有点痒痒的时候 就拿它做修复 第二天什么症状都消失了 并且我会涂在像我的手肘啊 膝盖啊 这些特别容易干燥的区域 它里面的向日葵子油还有维生素液 可以长期有效的滋养皮肤 如果涂身体呢我会洗完澡 出来以后在稍微皮肤擦干了之后 直接上它 第一步就先涂身体乳 这样比较容易好推开 不会涂不匀 然后之后皮肤完全不会黏黏的 不会黏被单啊床罩啊 吸收的特别快 别看它是那种乳霜的质地啊 它比一般的面霜那种好吸收的面霜还要不黏 第二个是和干皮的First Day Beauty 极旧美人强效修复面霜 它号称是平价版的Lamere 但是我觉得它们两个质地差别还是蛮大的 它膏体非常的轻盈清爽 比Lamere和刚才的Citifil更加的好推开 但是它的油膜感又还蛮重的 就比Citifil的更加的滋润滋养 好像更适合干皮一些 同样也是干皮敏感救星 它主要是用燕脉胶这个成分来镇定保湿 修复受损的肌肤 像一般的医生开的湿疹霜里面是都有燕脉这个成分的 其他的镇定保湿抗氧化的也没少添加 像乳木果油 角砂丸 尿囊素 燕脉提取 还有神经鲜胺 如果在秋冬的时候你突然面部红血丝加重了 你可以拿来后敷 大概敷个五分钟 然后把多余的面霜擦掉之后 第二天你的皮肤就像新生儿的皮肤那么的嫩 也不红了也不刺痛了上妆也容易了 也是全身都可以用的 从脸到脚哪哪都可以涂的面霜 我平常出去旅行一定要带两个产品 一个是去痘的一个是去痘印的 那去痘我一般会带different gel 阿达帕林A酸嘛 去痘印的一定就是它 B5修复面霜 专门用来淡化痘印和痘疤的 如果干皮呢你就可以全脸用 如果是油皮呢你就点涂在刚刚新生的红色痘印的位置 主打就是修复 像你不小心擦伤啊刮伤啊 还有蚊虫钉咬留下来那个痕迹 都是可以用它来舒缓修复的 这里注意的是它只对泛红的一些创伤效果更好 如果你是常年的老痘印的话 那它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而且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厚嘛 油痘皮就容易爆痘的 千万不要放在T区用 有可能你没有淡化痘印之前 你的新的痘痘就长出来了 我之前在我斯福兰只推荐一个护肤品的视频里面说 面霜我只推它 Drug Elephant Pertini 最像蓝罐的多态紧致抗老面霜 它的生态浓度非常高 像生态我们知道它抗老的速度比较缓慢嘛 它不像A醇A酸A醇 说好像用一个月就可以看到变化 它属于细水长流行 不知不觉皮肤就紧致变美了 同时还减少了刺激 任何肌肤像孕妇啊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面霜 尤其它里面添加了九种的信号生态 是一种复合物 就像生长因子一样 它与你的皮肤达到一个通讯的效果 它可以让水分结合到皮肤上 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 还有多种多样的氨基酸 我面部皱纹还不算太多 如果你像有嘴角的纹路啊 还有抬头纹啊这种 大概一个月就可以看到纹路变淡了 皮肤更加平滑了 最像这个牌子也算是美国网红了吧 每次国内朋友让我推荐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护肤品的时候 我就会推荐它 CeraV全天候保湿霜 它是让我最信赖的面霜 全家老小都可以用的 别看它是乳霜的质地 但是上脸绝对不油腻 中性皮甚至大油皮 都是完全感受不到厚重粘腻的 CeraV主要是Ceramize 神经鲜胺 里面富含三种多重神经鲜胺 维持你皮肤健康屏障的根本 减少刺激物的入侵 保持你皮肤的水油平衡 减少水分的流失 脸上突然有一片红的时候 拿来后敷 第二天不仅去泛红 毛孔都有缩小了 CeraV这个品牌 我最推荐的就是这款保湿面霜 还有乳液C乳 一个是中性皮 一个是更偏油皮一点的 家里常备 完全不可以缺少的面霜 下一个中性皮可以用的 是我近期使用的 Bioderma Sensibio Lite 疏颜修复柔肤乳 里面的清爽版本 我感觉它像 理肤全B5修复霜的偏油皮版本 那个如果你觉得太厚重 不敢全力使用的话 不妨尝试它 也是主要敏感肌 拿来镇定修复和退红的 有贝德玛他们家专利的成分 修复受损的皮脂膜 完全不用担心涂上它有任何负担 之前用你的Active啊 一些有效成分 也不会跟他们打架 或者引起皮肤不耐受的情况 质地也是非常好推开 延展性非常好 它上面也写是Excellent Makeup Base 适合用来做妆前打底 一天下来皮肤非常的水润 增加你底妆产品的服帖度 今年我的年度大赏里面的保湿霜 是Ionic Beta Gluten 不聚糖保湿霜 它的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大概十几美金吧 有60毫升 里面添加的Beta不聚糖 是我非常喜欢成分 它的补水锁水能力 比玻尿酸还要高20% 可以有效的抚平纹路 改善皱纹和细纹 而且用它 你用多少的量 都不会觉得粘腻厚重 里面有鸡血草 还有芦荟 舒缓 镇定 保湿 而且任何的人工色素 香料都没有 用上它你就觉得非常的安心 而且里面添加了这个植物的萃取 叫Red Fruit Complex 像李子 石榴 山草莓 无花果 等等的植物成分 可以抵抗皮肤的初老 让皮肤更有弹性 下面这些乳液 面霜 不仅是油皮可以用 中性皮偏干皮 在夏天也是可以使用的 非常的清爽 无负担 大名鼎鼎的Celope PM夜乳 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我对它的爱了 不仅保湿修复 还有亮白 因为它增加了4%的烟纤胺 可以缩小你的毛孔 控制油脂分泌 紧致你的皮肤 尤其你们知道 烟纤和A醇A醇A酸是最好的搭配 平常用A酸之后 晚上直接擦这个PM乳液 你的晚间护肤程序就搞定了 不用再添加多余的精华了 它的质地太轻薄了 非常水 有点像lotion和面霜之间的那种质地 相比CRV的C乳来说 就更加适合油豆皮 大油甜来使用了 你别看它是液乳 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感光成分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白天到底能不能用 白天用它之后 再上你的防晒霜 也绝对不会有打架搓郁的情况 只是唯一要注意的是 它里面有4%的烟纤胺码 浓度不算太低 所以如果是初次尝试的话 你可能要隔两天一用 慢慢的建立烟纤胺的耐受 也是一个超级轻袍 就像水者梨一样的乳液面霜 Rovectin的Water Cream 莲花补水面霜 一般护肤品第一个成分不是Water水吗 那它是莲花水 富含76%的莲花水 有这个自净清洁的能力 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样 里面高浓度的莲花提取物 也可以让皮肤更加的干净清澈 其中也有一些抗氧化物啊 可以防止皮肤的泛黄辣黄 性价比也是极高 成分列表排名很前的 像甜杏仁木糖醇 维生素B5 尿素 都给皮肤一定的镇定保湿补水的能力 即使是偏干皮 在夏天用起来也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保湿 它被很多欧美博主 还有日韩博主都推荐过 也算是一个网红产品了 我最近慢慢的在使用Rovectin产品嘛 发现它们真的非常适合敏感肌 皮肤就感觉非常的舒适舒缓 还能减少其他有效成分对皮肤的刺激 最后一个是我孕期最爱的让皮肤非常稳定的保湿霜 The Ordinary的NMF 天然保湿因子面霜 它的质地真的蛮神奇的 看起来很厚重 但是之后是雾面的妆效 完全不油腻 不粘腻 吸收的也很快 同时保湿力相当的高 NMF嘛 它就是天然保湿因子 是维持你皮肤表面水分的重要元素 像里面还有多种的氨基酸 脂肪酸 尿素神经腺氨 磷脂 甘油多糖 还有Sodium PCA 这些原本就存在于你皮肤的物质组成成分 像我们平常日晒啊 还有空气中的污染啊 或者你不健康的作息啊 都会让我们皮肤流失掉很多的NMF 那它这时候就上场了 可以补充肌肤里缺失的这些天然保湿因子 The Honorary 品牌我也不用说了 成分党最爱的品牌 里面不含坚果 纯素 不含骨蛋白 不做动物实验 不含油 不含硅 符合了我对所有护肤品 面霜的要求 好 那以上就是我心目中Top10 前10名的最爱面霜 面霜是一年四季不可或缺的 不管你之前是要刷酸也好 用不用有效成分也好 清洁保湿防晒里面的保湿是重中之重 希望所有肌肤 肤质 特殊需求的人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产品 谢谢你们收看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有任何其他想看的主题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